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说国歌法不应该有追索期 这个似乎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就这个追索期的表态 我还记得 这个聂德权负责国歌法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说香港的刑事法律一般来说是没有追索期的 但是林郑她的说法 香港法律也有的 例如引花税法案也会有的 我批评过九八八 因为税务法律一般都有追索期 因为防止人在拼命 但是刑事法律呢 绝对不能有追索期 因为这是普通法很重要的精神 后来李菲 基兵委员会主任就说有没有追索期 真的不关你事 是人大常委的事 好了 现在人大常委 已经将国歌法正式变成内地的法律了 刑法也加了改了国歌法的内容在里面 如果你是犯法的话就会处于三年有期徒刑 然后也放在附件三 也进行本地立法 究竟有没有追索期呢 林郑第一次表态就是说 应该不切追索期 我就想问 是不是一锤定音 是不是final say 是不是最后最后决定 我认为 我的分析最后变数 为什么要变数呢 林郑虽然是香港的特首 我昨天说过 做个太常王 太常王就是梁振英 为什么说她在这个问题上 会成为这个太常王 大家记得梁振英 在国家与香港这个研讨会里面 说什么 说处理 为什么那些 毕业生 大学毕业生 奏国歌升国旗的时候 主要是奏国歌 背向台 撑起一把黄山 不尊重的行为 为什么没有人处理 那些学生 没有人处理那些校长呢 所谓处理 那当然是用如何处理呢 校规处理 还是法律处理呢 我不知道 校规 有没有定 奏国歌应该怎么做呢 我的理解 没有定得这么小 法律当时是没有的 没有国歌的法律 到今天也未本地立法 他说 为什么不去处理 梁振英这个说法 是不是想掀起一个讨论 就是说 咦 当时的人这么不尊重国歌 你都没有处理了 在这个立法的真空期里面 下个星期又有一场足球赛 会不会有人再来一次 哭国歌呢 你又不去处理了 那就是没有阻嚇作用 你的立法都不知道 搞到什么时候 抗日持久 是不是需要 做一些追索力 的阻嚇作用 令到在立法之前 这些所谓侮辱国歌的行为 是不会出现呢 你看到 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林郑想降温 讲得很清楚 应该不及追索期 泛徐丽泰 其实都说 他看不到有需要追索期 说了 我不是说泛徐丽泰 那些是夹派 当然 他跟梁振英不合格 早就知道 不在其位不谋其事 就是他说的 但你看到梁振英 在借着一个公开场合 向林郑哭话 就说要处理这些侮辱 国家象征的行为 要处理 如何处理 你想好它 其实是不是就是 在说现实上 你知道 即是他们搞政治斗争 不只是说意识形态 那么简单 那些意识形态是仿智 来的 现实上 他想告诉林郑听 你不要心慈手远 你不要就这样 轻轻放过这些人 所以呢 我们看到 有些官场中人 政治语 就说 学校必须履行 有责命处理这些行为 否则就叫做 为官 为官 被是平生 此 即是林郑你 应该羞恥 以你为此 是不是夹着林郑呢 我觉得是 这句话是冲着林郑以来的 要处理这些学生 现在的问题就是 林郑开了口 说了 国国法 不应该持有追熟力 问题 她说完之后 特区政府是不是依着这个方向去做 或者我刚才说的变数就是 梁振英哭了话 然后触动到中央政府的神经 然后要林郑 逼林郑 加回 在法律上面加回这个追熟权下去 我相信这个机会是 仍然未被消灭掉 如果是这样的方式的话 不单止是在这个国歌这个问题上面 林郑是完全没有自己的主动权势 可以这么说 做多一件 可能分钟会做第二件 第三件 就是说 当林郑的这个政策 不符合梁振英的强硬路线的时候 梁振英就会用这些公开或私下告状 公开喊话或私下独战 射战射独战的方法 逼令林郑依她的方向而行 这个太常皇呢 清清楚楚呢 就坐在那里 成为 不是第二个权力中心 是首一个权力中心 这种情况这种局面 林郑有没有办法面对 和应付呢 我觉得 国歌法怎么射 怎么立法 其实就是考验着林郑 有没有这个能耐 有没有这个技巧 去阻止或者去回应 梁振英这个太常皇 在那指手画脚 说三道四 在背后干净这个做法 这个日子呢 就原来去年十月开始呢 这个channel 深夕口快 这个channel 就已经是放了上youtube上面 到现在呢 不经不觉 哇 一年了 一周年 我在这里就 冲心感谢我们各位的观众 听众对我的支持 就大概三个月之前 我在这里呼吁大家 有个月定的计划 用实质支持我 这样 反应是良好的 也都反映到 就是香港的市民 甚至是在 本来是香港人 不过移居了去世界各地的人 香港市民呢 其实都仍然是深 深系香港的 他们在海外都是 很支持我 我也是恒常地去上去这个channel那里 看我对香港的一些 时事的分析 那当然 有了大家的实质支持呢 我就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呢 就大了很多 那这个支持我希望是 不会间断啦 那如果大家想继续支持我呢 有很多种方法的 就包括 用一个月定计划 你去这个网址 这个是我的blog来的 那你去到呢 最好用一个网络版呢 看到用PayPal的月定的方法 那你说我不想月定喔 我想一次过喔 那你用PayPal呢 是可以一次过这样呢 是通过这个PayPal去支持我 这个方法呢 你也可以的 那另外呢 当然你都可以 入我的银行户口 把支票也好 其他的方式入我的银行户口 我也是相当欢迎的 那如果你想要我的银行户口号码呢 那你可以通过Facebook呢 你PM我 那还有一个方法 很多人都这样做的了 就是 写滑线支票 抬头呢 写我的中文或者英文名 是寄去以下这个地址 我都会收到的 那我在这里呢 就希望大家 一年了 那继续支持我 希望我也都有一个动力 继续做这个 深植口快的channel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环境 香港的形势 香港的言论自由 其实是 越来越 惡劣的 我是尽我少少的勉力 希望在香港 仍然留在香港的 或者是移居了海外的 香港人 对于香港的情况 是有一个不同的了解和分析的角度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角度 令到自己的头脑清醒些 然后做一个明智的决定 多谢大家 继续支持 深植口快